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于克场作战的罗马来说是一大挑战 结果罗马只是拿到一场平局 丢掉了真似路上至关重要的三分 本场比赛穆里尼奥排出3421阵型 他安排亚伯拉罕顶在最前面 莎拉维和索尔巴肯首发出战 贝洛蒂和迪巴拉都坐在替补席上 在中场位置扎莱夫斯基 洛伦佐比佩莱格里尼 博维和切利克首发出战 罗瑞比伊巴涅斯 克里斯坦特和詹卢卡比曼奇尼搭档三后卫 帕特里希奥担任首发门将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蒙扎就踢出犀利的反击 只可惜莫塔的射门被门将扑了出去 八分钟后 索尔巴肯也获得非常不错的机会 他在进去中路的包抄射门踢飞了 有失水准 第十二分钟 佩莱格里尼任意球直接射门 被扑了出去 八分钟后 克里斯坦特投球攻门顶的太正 门将稳稳把球没收 第二十四分钟 莎拉维为罗马率先进球 八分钟后 莫塔的射门稍稍偏出左侧立柱 第三十九分钟 蒙扎扳平了比分 卡尔迪罗拉凌空电射把球打进 门将毫无反应 半场结束 双方踢成一比一平手 下半场一边再战 奥古斯托的一脚抽射急剧威胁 但被门将帕特里希奥扑了出去 第五十六分钟 佩莱格里尼任意球攻门踢高了 五分钟后 莫里尼奥进行换人调整 马迪比卡玛拉和斯皮纳佐拉替补上场 换下索尔巴肯和扎莱夫斯基 之后蒙扎也进行换人 和赛比马钦和瓦洛蒂替补上场 比赛的场面越来越火爆 红牌不断出现 最后时刻切利克更是因为犯规两黄变异红被罚下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1比1 罗马占平蒙扎 遭遇三场不胜 三场丢掉了7分 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 莫里尼奥认为与比赛过程相符合 同时 他也吐槽了裁判 他表示和职业生涯遇到过的最差裁判比赛 是非常艰难的事 球队接连丢分 莫里尼奥也一针见血说出了原因 他认为罗马是一甲唯一一支 几乎没有阵容深度可言的球队 而球队还需要多线作战 因此有疲劳的积累是非常正常的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